我是很強烈去譴責這些機構 如果他們基於一些完全虛構的內容 去做出一些違反程序公義 甚至是僱傭條例的行為的話 沒有正式說是否會立案調查 當時我們只是給了我們所知的資訊警方 那麼這件事是否會針對記者服務的媒體 以及最後你們跟廣東報警 在最少四個的情況下 這些人用了Facebook和Wikipedia 來作為暴力的暴力 包括暴力的暴力 用了照片的媒體 用了網絡人士 尤其名的香港人 例如香港人的香港人 在這張照片裡 會包括封印刺器 封印刺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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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紀念科技 封印刺器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香港的治安已經出現了一些嚴重的流動 封印刺器